这几种市售可乐饮料 根据其食品成分标示 都含有酸度调整剂 国际编码第338号 也就是磷酸 根据胃福部食品添加物 食用范围及限量标准 磷酸可食用于可乐及茶类饮料 用量为每公斤0.6公克 胃福部公告饮料中 磷酸之检验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 使用离子层吸仪 搭配电导度减出器 该方法精准度高 但大二分析化学实验室 较难有离子层吸仪实验仪器 方法二 磷酸和氢氧化钠的酸碱中和滴定 此方法简单 但精准度会因为人为操作而有较大误差 例如指示剂颜色判断 本实验设计一个结合上述两个实验的优点 在磷酸和氢氧化钠的酸碱中和滴定过程 使用电导度计全程记录离子在溶液中的导电行为 离子浓度变化影响电导值 从电导值变化定量可乐中磷酸的含量 我们以氢氧化钠低定盐酸的情形为例 其电导低定曲线如下 实现表示经过体积改变修正后的低定曲线 虚线表示各个离子的电导值 由此图可得知 氢离子及OH负离子几乎主导了电导低定曲线的变化 两条直线延长线焦点所对应的消耗标准容易的体积 即为低定终点 现在介绍实验室电导度计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主机 我们用的机型是Santex SC2300的机型 那清洗电导的方式 由左至右是每一次都要更换自来水 以及可重复使用的润洗纯水 另外就是校正电导用的标准液 这是厂商所提供的标准液 使用前要把它倒到合适的容器 标准液可重复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电极 我们所用的电极是改良式的四级式电极 比原来传统的二级式电极 具有更好的线细量测关系 那所用的电极型号是8243 它的电极量测范围是 10个MicroSimon到500个miniSimon 温度范围0度C到70度C 本身有温度Sensor 所以具有ATC的功能 接下来讲解如何校正电导度计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荧幕 目前在没有任何液体的状态之下 这里出现的是它目前的指数 多少MicroSimon per cm 但是这个单位是会跳动的 有时候因着你代测样品的不同 也会从MicroSimon跳到miniSimon 所以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要时常去注意单位的转换 接下来这是目前的温度 它具有ATC的功能 那我们先来清洗电极 先用自来水 它清洗的方式一律都是用浸泡的方式 将电极插入摇晃一下你的液体 摇晃完以后简单甩干 有少许的水分残留 有少许的水分残留不影响实验 自来水清洗完以后呢 再用纯水六洗 纯水可以重复使用 刚刚的自来水每一次清洗完以后 要换全新的水 纯洗六洗完毕以后呢 准备开始校正 那校正的方式 我们来看仪表板上面 我们按黄色键 Calibration键 按下去以后 画面出现standard one point 也就是单点校正 然后呢 把我们的1413标准意放入 按Enter 那确定我们目前放的是1413 再按一次Enter 那这里出现量测状态 校正状态 已经校正完毕 校正完以后会告诉我们 使用1413标准意 所校正出来的电极常数值是 0.472 per centimeter 那待会可以跟我们这支电极的出场值 来做误差百分率的校正 那这样子就是已经校正完毕了 我们把电极取出来 把1413放到旁边 我们再用自来水清洗电极 再放到纯水溜洗 那这时候再按一次Enter键 那目前就是代测状态 你可以准备开始做实验了 接下来我们来标定标准检 它的理论浓度是0.05M 我们借由一级标准品KHP 来标定它真正的浓度 首先精称一级标准品KHP 溶于50-75毫升的纯水 再加5滴的分态指示剂 然后进行低定 上面是代标定的0.05M 清氧化纳放在低定管里面 下面是一级标准品KHP 到达当量点的时候 呈现分态但粉红色 持续30秒钟不变色 此时极大当量点 由KHP的当量数 等于清氧化纳的当量数 就可以反推出清氧化纳的当量浓度 达到实验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来量测 市售可乐中磷酸离子的含量 方法是先将可乐进行前处理 前处理的方法就是 取50毫升的市售可乐 加热煮沸5分钟 冷却再加水定溶至50毫升 定溶好的可乐 再装在100毫升的烧杯里面 现在大家仔细看里面 有一颗搅拌石 那我们用一个镂空的烧杯 来解释里面的关系 首先里面有一颗搅拌石 然后要插入电极 液体的液面必须要淹过 这个镂空电极至少一半的高度 当你插到带测液里面以后 又要让这颗搅拌石转动 搅拌石又不能达到电极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两者间的距离 当你调整完以后 如画面当中所看到的 你看到搅拌石已经在转动了 那滴定管也架设好了 滴定管里面放的是 刚刚已经标定过浓度的氢氧化纳 知道它真正的当量浓度是 0.051N的氢氧化纳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标定 标定的方式就是 总共低定20毫升的氢氧化纳 每隔一毫升登记一次里面的电导数据 总共低定20毫升 每隔一毫升登记一次数据 接下来我们以磷酸标准品 它的浓度是每公斤0.6公克 我们以此标准品也做一样的相对低定 由它的低定曲线和当量浓度 可以来推测市售可乐当中的磷酸浓度 那方法如下 取50毫升的磷酸标准品 滴定管装的是我们已经标定过 已知当量浓度的氢氧化纳 总共低20毫升的滴定义 每隔一毫升收一次电导值的数据 实验结束以后把数据都收集起来 我们再做数据的运算 我们以每公斤0.6公克磷酸标准液实验结果为例 利用Excel进行数据整理 A栏位是标准减0.051N氢氧化纳低定体积 B栏位是每公斤0.6公克磷酸标准液的电导值 C栏位是B栏位的体积修正后电导值 公式如画面所示 将A栏位和C栏位数据圈选后 画出平滑散布图 市售可乐也是以上述方式进行做图 从两张低定曲线图可以看到 磷酸标准标准液曲线图在通过低定终点体积以后的线性关系有三个斜律 分别是A B C 此现象和文献参考资料相同 推测磷酸为三质子酸 有较复杂的质子酸解离关系之缘故 但低定终点体积仍以第一斜律 直线A为主要方程式 然而市售可乐低定曲线图 并没有如磷酸标准液曲线图 所呈现的三个斜律 却是只有一条直线方程式 推测是可乐样品 因含有其他混合物 因此由上述解释 这些基值影响电导低定曲线的变化所致 有图得知 低定曲线是由两条直线组成 每条直线选取五到七个点 进行线性回归 可分别得到两条直线的线性回归公式 经解联立方程式 S1值及低定终点体积 Y1值及其体积修正后电导值 50毫升市售可乐 也是以上述方式进行数据运算 可以得到其X2值 即低定终点体积 最后我们再依以下比例计算公式 可以得出市售可乐磷酸的含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